哲纸除了可以促进手眼协调 同时也可以增进创意展现 中疗乡乐宁学习中心 五月份开始安排许多乐宁活动 让长辈们动手又动脑 除了哲纸活动 未来也将与永乐国校合作 让长辈与小朋友一起祖孙同乐 在志工老师的教学下 乐宁学习中心的阿公阿妈们 开心地动手做劳作 今天的课程是教大家 折出一只漂亮的蝴蝶 所以头脑 第一要先用他们的头脑 再来我们的手也都用得到 对他们也很健康 因为他们有走出来 因为在家里他们自己坐在心里 只需要看电视 还是说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想到就会欲白胜 我们现在有走出来 他们都会来 我们跟他们说出去的 他们都会在那里 我教师要来做什么式的 说要来用什么刀 来把这个鞋子揉好 这个灰要怎么摆 怎么摆起来 这样会漂亮 运用摆纸活动 让长辈们训练手眼协调能力 同时运用彩笔 将作品展现创意 参与的阿公阿嬷都显得相当高兴 有的阿嬷还拿出家中的广告纸 一起参与活动 她说这样也是一种资源在利用 所以我当时没有拿东西来 我用这个鞋子揉择 我也有做帽子 做鞋子 做鞋子 有 很多的 很厚的 我知道什麼樣的 人家吃到老公 吃到老公就是這樣 外出就不知道我們幾歲了 永遠都18歲 走到銀行 這讓我們激盪我們的腦力 激盪我們的神經 讓我們有一個工作 有一個義妞 有一個千零 我們每個地方都有千零 千零就加入 沒辦法發揮出來 忠療鄉樂林學習中心 今年5月份開始 由福盛社區接辦 社區發展協會設計了一系列的課程 除了摺紙 還有彩繪 跳舞 以及卡拉OK歡唱等等活動 讓阿公阿嬤們動動頭腦也動動手腳 讓身心更加健康有活力 那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有三個據點 就是福盛社區 巴仙社區 以及義和社區 我們目前的一些課程都比較 寫下一些藝文的 一些手工藝的部分 然後來教導老人家收眼協調的部分 包括歌唱 或者說一些律動的部分 讓老人家的身體更健康 讓長輩快樂學習 往季年齡 是中療鄉樂林學習中心的宗旨 協會表示 未來會將學習中心 與社區以及在地的永樂國小結合 讓小朋友可以陪伴著 樂林中心的阿公阿嬤一起學習 在祖孫共學的氣氛下 讓長輩們過得更充實更快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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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